最近天气阴晴不定 早上的炎热天气 更导致一些地区的空气素质 每况愈下 为了保障师生安全 教育部下令 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 或达到不健康水平 学校必须喊停所有的课外活动 教育部已经下令 州教育局和各县教育机构 采取必要的措施 在这段时期照顾学生的健康 当局促请所有学校 确保校内有足够的饮用水供应 鼓励学生携带饮用水 随时补充水分调节体温 如果情况严峻 或者是校内没有饮水机 校方需要为寄宿的学生 提供饮用水 教育部也提醒校方 要时刻保持警惕 和临近的诊所医院配合 一旦有学生中暑 或受不住炎热天气 身体出现状况时 要及时送院治疗 正好的 同感觉 原因 怎么办 有证据 起来 今天 有证据